小胎 小胎 大胎豁出去 胎兒來解答 那他們的優缺點差在哪邊 就是非新入性遺傳三點跟養膜穿刺 他們有優點在哪邊 優點其實就是剛才講的嘛 其實養膜穿刺它的優點就是 我可以直接分析染色體 對 講來講去它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它是目前能夠直接隔著肚皮 你實際是得到胎兒染色的一個方式 所以目前其實沒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可以取代它 那像大家熟悉的 其實有一些人可能聽過 優貌摩穿刺 或者是期待血的一些檢查 那其實優貌摩穿刺 它是適合在11到14週 它雖然不在我們這個主題裡面 不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它其實在那個週术做 它抽的還是胎盤 所以它基本上也不能完全 就是能夠代表胎兒身上的細胞 那期待血它相對來是一個 更風險的一個檢查 我講的這個期待血 事實上不是出生之後才多檢查 所以今天我今天一根真進去 是在期待裡面 那將來講大家一聽就知道囉 今天我是真的要去 紮小胤的期待抽筋裡面的期待血 所以它是更輕度性的 而且其實 將對於羊水這麼廣泛的位置 期待血相對來講 它的實行的方式更困難 難度更高 但是的確有些情況 是非得做到那個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基本上 真的需要做到那樣子檢查 胎兒沒那麼多 醫生也通常不會把它 當成定義性的檢查 所以我們只能說 羊毛穿是目前這個檢查 診斷的方式 沒有一個可以取代它 也就是造成它 現在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地位 那我們後面的一些 隨著醫學上面 很多非輕鬆性的 尤其拆遷啊 或是各式各樣的一些檢查 它畢竟都是針對 以安全來做考量 當然在這個安全過程當中 其實它也有一定的 一些篩檢準確率 那我們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去把真正需要的作用 我穿上小朋友找出來 那很多媽媽其實 就透過這樣的 非輕鬆遷船篩 她的確可以降低 她要去做這個 侵入性檢查的一個風險 那我其實當中 當然會降低一些 早產破水的一些情況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平常在做這兩項檢查的時候 我們要照所謂 雨與熊講 我不能兼得 但是每樣檢查 一定都有它的 好處跟缺點 所以很可惜的 就是現在沒有一個 可以包全部 如果這個檢查的話 那一定賺翻了 對 那我會先發明 希望你發明的出來 我們今天真的很謝謝 吳大師來幫我們解惑 羊膜穿刺 跟非輕鬆性篩檢的 差別跟選擇 該如何選擇 那大家也別忘了 下次繼續收看 爸媽豁出去 開恩來解答 掰掰 請大家記得按讚 訂閱或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按讚 確認 按讚 做吧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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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